DSC特技師突然宣布結業 拖欠貨款、租金和員工薪金 不可能已為中小徑零售商敲響了爽中 問題有多嚴重 零售管理協會榮譽顧問關伯豪說 許多業主見到市道窗旺 舖位越通越小 不過租金指數在過去10年狂升兩倍半 連傳統名店都快捱不住貴租窯 加上港元隨著美元轉強 旅客都轉去其他地方購買 暑假應該是零售旺季 不過今年就剩過軌 房港旅客人數持續減少 關伯豪就警告 如果業主再不減租的話 明年農曆新年後 租小企或小會出現結業潮 零售業叫苦連天 飲食業有什麼環境? 餐飲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說 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 很多人都不願意花錢 以往業界每年都會有7-8%的增長 不過就估計今年只有2-3% 不過他就說 去年全港食股在大約1,000億的生意額 旅客消費只佔8% 所以就算旅客減少 估計對食股影響都不及零售業這麼大 至於會否出現結業潮 仍然要視乎本港經濟環境 租金及人工等因素 回到旅法局資料 今年6月整體訪港旅客超過436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下跌3% 而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 零售業今年6月價總消貨額 估計有370億元 干年跌0.4% 較市場平均月期信息 難怪零售業會喊牙痛 我們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